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今天封面还是滞留在台湾北部航的海面 不过这个到封面到目前为止 其实并没有引发较旺盛的对流 只有在北部陆地发展起来 只有在北部靠山区有较大的午后雷震雨 那各地也有一些零星的热对流的一个发展 今天还是维持累似昨天的情境 可以观察一些在台湾附近的小对流 是否会移入陆地外 山区的午后热对流还是要观察 还是有局部大雨的机会 那中午开始封面就会逐渐冬移离开 那台湾再度会回到太平洋高压影响 转偏南风的天气形态 但是预期至少会回到这个周末 那还是晴朗炎热高温 那午后雷震雨发展的机会还是有的 尤其是靠山区要多留意 那这两天的温度会稍降一点 但是湿度蛮高的相对的很闷热 明后天开始温度也会再回升一两度 各地上开32到35度 近期都是维持类似太平洋高压势力 边缘影响的天气形态 那原先大家在上周就很关注的热带性低气压 这个是从太平洋东岸 经过换日线过来的系统 经过几波萧萧涨涨 目前发展还是不大乐观 预期将在台湾跟琉球附近发展 很有可能会逐渐的消散 未来如何发展可以持续的观察留意 那8月底呢 其实到9月还是属于台风容易发展的旺季 还是要需要多做该有的 应对极端天气的防范措施 其实多做一分就可以减损7分 这个才是因应之道 以上气象游天灵风险 朋友们提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